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繼續跟各位聊一下 大陸人唱台灣歌 之前我們有講到說 第一個反攻大陸的 不是軍隊 是一個人 而這個人本人沒有登陸過大陸 一直到他去世都沒有登陸過大陸 他是誰呢 各位想不到是鄧立軍 一介女流 中國大陸在 1978年 改革開放開始 到現在 改革開放剛開始就是文革結束之後 四元幫打倒之後 鄧小平上台開始經濟發展 這個時間 很多吸引台資 很多台資到大陸有三來一補 什麼平衡貿易等等的 還有什麼為了 為了要促進 那個內需市場 還對探青的 這個台灣同胞 祭出一個叫三來 那個三大建 五小建 當時有些農村連電都沒有 三大五小對他們起不掉作用 但是城市的居民 因此得到相當的經濟發展 進入了電氣化 現代化 這些種種措施 我都蠻佩服的 佩服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多高明 而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 他們對外界的世界都不了解的狀態之下 他能夠出這些招 實在是不簡單 OK 那我們現在會言歸正傳 我講說大陸人唱台灣歌 以前鄧麗君的歌 是全中國大陸的人 風靡到一塌糊塗 沒有一個地方的人不會唱他的歌 像什麼小城故事 然後再來就是台灣的所謂校園歌曲 我們叫校園民歌 大陸把它歸類叫校園歌曲 那因為大陸的民歌是指的我們的民謠 各省地方有傳統的也有創作的 那這個鄧麗君 以前在大陸有台灣人開玩笑說 使得大陸天翻地覆的改變 到現在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 是由鄧小平的改革 所以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新的新中國 那這個真正的改變中國大陸的是鄧小平 這個他在歷史上是一個不可 不可抹滅的一個偉大的這個領導者 可是在中國大陸的人他們習慣於聽 在這個文革之前他們都是樣板戲 有的人說是八個有的人說是十二個樣板戲 不管怎樣的都是樣板戲 樣板戲基本上都是京劇 那另外還有地方戲曲也都有 那時代所謂還有紅歌 就愛國歌曲嘛 那因為那時候有個人崇拜等等 所以很多歌現在聽起來都覺得毛骨悚然 尤其大陸人他們上山下山勞動勞改之後 他們對那些紅歌其實是心底下是排斥的 因為他們耽誤了他們的青春 耽誤了他們的學習 耽誤了他們的就業 耽誤了他們的婚姻 耽誤的東西太多 等於是整個全中國整個停擺了十年多 十二年吧應該講是前後十二年 停擺 然後之後才由鄧小平重新把發條上井 才開始到今天的地步 在這個轉型的最關鍵時期 因為香港人嘛 香港人那個進去第一個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香港人 到大陸去設廠 雖然大陸早就對台灣遭傷 但台灣人一直有共匪的這種恐懼的印象 所以不敢去 不管你是三來一補 還是什麼各種 尤其對台灣特別的開放免稅 這些種種措施吸引了很多人去 所以早期去的人大概都荷包滿滿吧 那後來這個勞動環境越來越改進之後 現在可能就難了 包括大陸人自己也很難 但那個時候 那個有人開玩笑說 那個統一中國的人是 是鄧小平 另外一個在 在歌唱界統一中國的人 是鄧立軍 鄧立軍比鄧小平還紅 鄧小平叫老鄧 鄧立軍叫小鄧 所以中國大陸一直 不管基於任何理由 不管統戰理由 文化理由 宣傳理由 都向鄧立軍招手 鄧立軍始終沒有去 堅決赴大陸演唱 如果他赴大陸的話 那會比任何人 比李小龍都會紅 那所有大陸的歌手 都是學他的 這個竹範不羈背仔 我們就不講 因為當初鄧立軍 最近在中國大陸的轟動的 那種風 這種風靡異時的那種效果 中國大陸的報紙上 那時候都是黨報 都在批評 嚴格批評說 他是秘密之音 他說什麼什麼怎麼樣 有的人 模仿他的聲音 還被批判 某些老歌手 當年還是被批判的 認為說他學鄧立軍 好像海峽兩岸是 這個世仇似的 是漢賊不兩立 敵我不共存的味道 可是鄧立軍 他用他的歌聲 打動了中國大陸的人 你看那個 嚴格林寫的小說 那個 冯曉鋼導演的那個芳華 芳華裡面 他們是在部隊的文工團裡面 他們都還要聽那個卡帶 聽鄧立軍的歌 哎呀鄧立軍的歌聲簡直是天籃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沒有 這是因為中國大陸 不管是民族美聲唱法 還是西洋美聲唱法 都欠缺的這種聲音 鄧立軍去世已經很久了 但是你如果在五月夢回 晚上很安靜的時候 你把他的音樂放出來 非常好聽 非常柔美 百聽不厭 可以這樣講 只是以前他那些所有的歌 我們都耳熟能詳 包括日本歌在內 廣東歌在內 我們都非常熟 因為鄧立軍是 整個全球華人都 共同喜愛的一個歌手 那在鄧立軍之後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改革開放 經濟發展 台灣人去大陸設廠之後 就把台灣人的一些文化 帶到大陸去了 那其中這個我覺得影響最大的 是一首歌 因為去大陸設廠的人 有三六九等都有 有的大陸人對台灣有些印象不好 是因為那些人建立 印象好也是台灣人建立的 不同的人帶去不同的模範 可是有一首歌 真正的是統一了中國大陸 幾乎中國大陸所有的政府官員 沒有一個人不會唱 老百姓幾乎也沒有一個人不會唱 什麼歌 《義用經濟音曲》嗎 還是台灣的《國歌》嗎 都不是 那首歌叫《愛拼才會贏》 就是今天我的標題 《愛拼才會贏》 可是中國大陸的人 不管 就算是福建這邊 廈門的人 他也沒有把整個歌唱的味道唱對味 因為這就像廣東人講山東話 山東人講福建話一樣 那個交響槍你永遠都趕過來 轉不過來 那個意思一樣 就像外國人好了 蘇聯的愛樂交響樂團 演奏中國的茉莉花 你聽起來 音全部都對 因為他們的專業的 跟電腦一樣精準 節拍什麼音高全部都對 可是你就是覺得沒有那個味道 為什麼 因為水土不服嘛 剛剛講的這個 那《愛拼家演奏》 這有一個笑話 這笑話 是我在中國大陸 我到那個深山野地區 很偏僻的地方去 去採風 我希望到少數民族的地方 希望能夠採集到他們的歌謠 還有他們的藝術舞蹈等等 結果我到那邊去 因為我不會講當地的那些 少數民族的方言嘛 他們講什麼我也不懂 透過翻譯 他們知道說 我來自台灣 然後他們立刻 我錄音的時候 他們講說 他們要合唱一首歌 哪一首歌呢 不是他們的民謠 居然唱的是《愛拼家演奏》 雖然荒腔走板 但是我知道他們就唱這首歌 那還有一些大陸的歌手 常常也在唱這首歌 那還有就是最有趣的就是 我在大陸的時候 不管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 北上廣深圳四個大城市裡面工作的時候 都會跟當地的官員 政府官員 不管哪個部的部長什麼的 他們都會有一些交際場所 這些幹部們 政府官員都會主動的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非常激勵人心 裡面沒有談到愛情 沒有談到什麼 全部都是正向思考 鼓勵人家努力向上 還有拼搏 中國大陸的拼搏兩個字 是從這邊來的 以前共產主義 沒有這些名詞 拼什麼拼 搏什麼搏 搏是什麼賭搏 搏是什麼賭搏嗎 還是搏鬥 然後拼是拼命嗎 拼命搏鬥嗎 其實他們把那個愛拼加鬥 這個愛拼兩個字 有點解釋錯了 因為它是那個 寫成漢字 就寫成那個愛拼才會贏 其實這個愛拼的愛字 是什麼 是要 愛 台語愛的意思是要的意思 拼的意思 不是拼命 不是拼命 是努力的意思 簡單講愛拼加鬥是什麼 要努力你才會成功 簡單講是這樣 可是大陸的所有官員 我相信包括習近平 馮麗媛他們都會唱 宋祖英什麼這些人 依蓋的這些部隊文工團的人 這些歌手 老百姓都會唱這首歌 你在全中國大陸 沒有一個地方 連偏遠山區沒水沒電的地方 都會唱 你就知道這首歌流傳多廣 簡直是一個兩岸的 共同的一個國歌吧 我們講國歌可能都不算過分 為什麼 因為在譬如說我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尾牙 我就會請當地政府官員 當地政府官員一定會來 因為你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繁榮 促進了很多很大的就業市場 你在這邊功不可沒 所以當地的政府官員 基本上你只要有發函的 或者是電話邀請的 都會來 來了以後 基本上他都會跟你唱歌 因為我是代表公司 他都要跟我合唱一首歌 絕對不會做第二首 當然這是第一首 第一首絕對就是這首歌 艾比亞家一樣 因為這首歌 在中國大陸的內部 政府內部 也在唱這首歌 老百姓在唱 為什麼 因為當時大家都下海經商 然後個體戶 個體經濟 就是所謂的以前的那種 包分配 大鍋飯 還有鐵飯碗 通通打破之後 重新來過的時候 這首歌激勵人心 所以今天中國大陸的經濟 有那麼多人 從基層幹起 從個體戶幹起 幹到億萬首富 我想這首歌 一定對他們來講 是激勵很多 以前在大陸 曾經有一個真實的笑話 就是很多大陸的廠的 早上招會 招會也是學台灣的 模仿台灣在大陸設廠的模式 他們在招會的時候 唱的不是什麼紅歌 唱的就是這首歌 而且就用台語來唱 他們對這個歌詞的內容 了解的不盡相同 但是意思是一樣 他們認為台灣精神就是愛拚 他們對於所謂 藤恰康 就是赤腳英雄這種概念 他們雖然都沒有 因為去的台灣人 三六九等都有 能夠給他們樹立典範的人 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們只能夠從這首歌曲裡面 得到一些靈感 像比如說習近平 以前曾經是福建省的書記 那在福建 在省的書記之前 還是福州市的書記 他對台灣文化 他甚至於還 他會聽台灣話 雖然他可能 他沒有公開講過 但是他是研究台灣 不但是研究整個的文化 連包括宗教在內 各位如果有興趣去看過 宗教研究 講清水祖師的時候 講陳慶姑 我研究海峽兩岸宗教的那個 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點閱 那裡面就有提到文獻上面講的 習近平在文件上面 就指導了大陸同胞 要應用這個宗教這條線 民間信仰這條線 甚至還建議要建很巨大的那個 陳慶姑的像 巨大的塑像 諸如此類的 他是搞了宗教經濟 所以中國大陸的那個領導者 他會有這麼多的那個 推陳出新的招式 都是其來有志 他們的仔細的研究 那當然 這重點就是 愛拼家爺 這首歌是 是對中國現在經濟發展成這樣子狀態 功不可沒 真的是這樣 功不可沒 以上吳東山跟各位聊 大陸人唱台灣歌 愛拼家爺爺 謝謝